网友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 小胡子 你给说一说 吉利星远奥发动机和长城哈佛S6的发动机 随着质量好 过个四天八天的就要去提车 哪个毛病少 由后低动力主打算长期使用 那么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的网友粉丝朋友们 有没有用开这两款车的 你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遇到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那么到底吉利和长城谁的发动机技术更好呢 听我往下说 单认发动机都可以 现在国产一线品牌质量都是可以的 吉利制成收购沃尔沃之后 技术还是通风往进的 吉利与沃尔沃汽车合作 共同引发了许多汽车零部件 吉利汽车借鉴了沃尔沃成熟的技术 研发了一个大排量的2.0T沃尔加发动机 这款7月L的2.0T发动机 纽约350马力238 也就是最新掌握的一个技术 采用了高效的一个钢内支喷 沃尔沃增压技术 可变气门正式技术 具有更好的汽油经济性和更小的排放量 但是得需要加9复号汽油啊 相对比较 咱们国产像齐瑞也差 那哈佛人家只需要加2.0T版本 只需要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 是吧 这点呢还是差一些的 车的油耗同级别的2.0T相比呢 中规中计吧 不低啊 也不算特别高 但不是最好的水平 在这个汽油经济性这块 还有一个发动机重要的一个特点技术 就是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条件 自动调整这个气门的开合 帮助车辆获得更好的动力输出和汽油效应 低速响应更快 1000转的温轮就可以接入了 可以输出160的一个扭矩 低扭表现更好 1800转输出最大350的一个扭矩 所以说它这个低扭和高扭还是不错的啊 其隔音静音啊震动啊 控制呢还是一般吧 这个还是有待于提升的 油耗呢还能的话不低 那么哈佛S6曾经的一个消灌王 是吧 呃 长的汽车也竟可能将核能技术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成立了这个风潮一串啊 那么哈佛S6早期用是三菱的1.5T发动机 油耗是偏高 是不是啊 老旧的技术嘛 三菱的 后来自主研发1.5T20T采用了米勒循环技术 并且 呃 米勒循环的第二冲程呢 会延迟关闭进气门 延迟关闭进气门呢 可以通过上行的货塞 把一部分混合物化的汽油气体 推回进气管里啊 这就是省油的一个方式 但实际呢 油耗呢 跟同级约比呢 也不算太低啊 中规中矩和吉利这个差不多 动力呢是中规中矩啊 还是这个吉利的更好一些 耐用性呢 还算是可以啊 哈佛S6最新研发那个GW4B15A的发动机 它的这个曲轴啊 钢体啊 钢盖啊 还温轮扎器一些小零部件都是由啊 风潮一创自己生产的了 只有这个 奥轮轴啊 还有的连杆啊 活塞是外部采购 那么这两款车呢 发动技术都差不多 油耗也差不多 动力更好 是吉利的好一些啊 那么两款车的实际开的 它的变速箱是有差距的啊 哈佛S6是自主研发的七弹四双离合 而这个吉利 清源用的是爱新的8AT 所以这变速箱来讲的 还是吉利的更好一些 那么外观空间还是这个哈佛S6更好 更大一些 但吉利的用料会更好 品控会更好一些 底下扎这款支撑性呢 两款车都不错 都很优秀 四驱的城市代步呢 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款车 本身的吉利清源R 要比哈佛S6要高个半级的啊 各方面要高半级的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如果你十二三万的预算 我还买哈佛S6是可以的 如果说买吉利清源R 十五六万十六七万了 我这就不是特别可以选择它 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日虎8 Pro啊 日虎9啊都可以 还有核子的 图柯R啊 是吧 马自达CX50啊 这张车都是可以选择的 都很不错啊 那么一面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